那今天在節目上 我們用的是一般的辣椒 比較不夠辣的 那一般我們店裡還會用朝天椒 喔 朝天椒真的是很可怕 我就吃完會視角朝天 誰叫做朝天椒 沒有 它的頭是往上漲的 但是朝天椒也比較辣對不對 我們這種辣它就是重看不重用 完全是色釉 就是用顏色呢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開心 對 其實從食物的顏色裡面呢 也可以感受到那種食物的熱情 那今天的材料就是 我們台灣的黑豆豉 蒜頭 薑 花椒 這道菜的就是 最主要它的花椒 麻 麻辣 對 對 對 那這是我們自己做的紅葉 那我先把材料切一切 所以愛吃辣的人 就要非常開心的 看我們這個阿康斯呢 來表演這一道呢 四川跟義大利 然後到底要怎麼樣來鳳起火花 對 現在先下紅油 辣油 絞肉 這等於把這個我們的麻婆豆腐當成它的醬料一樣吧 對 再煮好 對 再煮好 肯定很辣 肯定很辣 講到這個辣油喔 阿康斯可不可以順便跟我們的全球觀眾分享一下 辣油要怎麼製作 因為有時候他們在國外不見得可以買到辣油嗎 我們是用沙拉油 差不多120度 好 燒到120至140度 然後去泡它的泡溫的潮天椒粉跟潮天椒紫 天啊 這不是戲劇效果 真的很辣 我這應該戴口罩 來 蒜頭 一點點薑 我不是要咳嗽 我覺得我好像又要打噴體了 太厲害了 這個辣油 所以這樣子泡大概泡多久可以用嗎 泡三天 三天 三天 然後把這一些沙沙都濾掉 沒有濾 它會沉澱 它會沉澱 對 我們差不多一次都泡18公升 一桶的沙拉油 所以那些辣椒都是乾的嘛對不對 就是乾燥的 對 黑豆豉要下 好 然後下完之後 請你趕快下 你黑豆豉再不下是主持人要下台了 不會不會 現在這個是 又有辣的 對 對 對 我們台灣的辣豆瓣 天啊 沒有 辣椒餃 四川的辣椒餃 這個麻火豆腐到底是誰發現 怎麼這麼辣啊 然後又麻了下去 對 我曾經很喜歡吃麻火豆腐 但是 怎麼現在年紀越大 越不能承受 承受不了這個辣 這個阿剛師在炒這個辣椒呢 我就想到一個妙計 繩子編法裡面到底有沒有這一招啊 用辣把這個敵人驅散 很像沒有 實在應該要 要加這麼一個技能下去喔 我不是只有我在嗆啊 整個攝影房被大家都在嗆的不得了 只有阿剛師好厲害啊 這很香啊 他說很香 是很香啦 加一點糖 加一點鹽 義大利人有吃到這麼辣嗎 沒有嘛 對 這是東方分針 這是東方 所以 東方還是比較強嗎 東方不敗 我覺得你這道名字應該取名 叫東方不敗 今天這個細麵要煮多少 三分鐘 三分鐘 好快喔 對 這三分鐘就可以 好 其實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你看我們用麻婆豆腐 也可以來煮義大利麵 我現在想到的 還有哪些東西可以來煮義大利麵 很多啊 我們店裡還有 泰式的綠咖哩 泰式的 對 綠咖哩 綠咖哩來煮義大利麵 對 方便 好 三分鐘快到了對不對 對 那你等一下一樣過粒 然後就可以夾在一起 你不用再放到冰水了嗎 不用不用 好 我們把我們的天使 放進我們的麻辣鍋裡面 等一下拌炒讓它縮直就可以了 我要縮直 對 四川的他們吃辣 他們的麻辣鍋 就是要拔 那也是我最怕 我最怕花椒了 對 拔 然後鮮 辣 還要燙 然後肉 它的角肉要炒到酥酥的 對啊 以前我小時候 我們隔壁家就住了一個 來自四川的老伯伯 哇 他每年在曬他的那個臘肉 哇 那時候怎麼這麼難 因為那時候我們不常吃到肉嘛 沒有錢的人怎麼有肉吃 只有過年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看到那個肉 雖然很多那個蒼蠅有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像北方真的冷到還下雪什麼 那種冷是冷 但是說真的喔 我們也知道蒼蠅有很多 我們這種雅熱帶地區 但是呢 我告訴你 我還是看著忍不住這個 一直在那邊 流口水啊 然後他又很會煮牛肉麵 我那時候會煮牛肉麵就是 看他在那邊煮 又我們都沒有吃到嘛 所以我的人生第一本師傅就是四川菜師傅 四川菜 第一道會煮的菜呢 當然除了番茄炒飯之外 就只四川菜的這個阿婆豆腐 跟他的那個牛肉麵 可是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卻不能吃辣了 一吃辣呢我就一直打嗝 一直到波士頓碰到那個 那個中國上海來的那個老入國 我才又開始說 好像來吃一點辣吧 吃辣會 我其實一般人認為辣會傷胃 其實辣 它有辣椒素 辣椒素是保護味 沒錯 我以前那年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校有來自印尼的僑神 他們都會隨身攜帶辣椒粉 反而胃不舒服的時候 他們是吃辣椒粉的 他說它會軟胃 對 我當到四川學酸菜的時候 那個師傅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我胃胃一樣 真的 然後去吃 去那邊當學菜 三天 每天都吃很辣 然後胃不舒服 可是那老師傅跟我說 他們四川沒有腸胃口 他說吃幾天辣就好了 真的 我回來的時候我的 胃就變好了 對 變好了 可是他們的辣都是天然的辣 不是說加一些化學的還是什麼的 那現在就差不多了 那有些 有些人喜歡吃 這個可能還會再加一點油 那現在因為沒有 不喜歡這麼油 然後所以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假如有油的話就比較 化 順化 不用啦 油也很貴 尤其好的油對不對 所以為了自己的健康 為了自己的財 那個那個什麼 包包啊 錢包啊 我們也少放一點油 哇 你可以 這要加一點香菜 好 橘色為主 然後綠色為附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意大利麵 碰到我們的四川人 我們的四川姑娘 跟我們的這個意大利man 相遇 好 希望觀眾朋友會喜歡 我們今天的這一集 就是用比較特殊的手法 來做成的 譬如說我們華人比較可以 接受的這個麵食 那大家可以重新看看 就是本地的手法 可以坐到一旁 還是有力 好 超臨 它做到一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